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來到了桃園本田 這一週呢 桃園本田會展示的車款就是 我演出的這台CBR60還有旁邊的CB60 所以對21年的650車型 如果你還沒決定要買CB還是CBR的話 這一週把握時間來桃園本田 因為他們這週兩台車都有展 你們可以實際來比較一下 CB跟CBR這兩台車的差異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主題 就是我們今天要來看一下 搶先預賞一下這台2021年式的CBR60R 那這台CBR60R呢 它一樣是加拿大規格的 所以它的方向等有加大 但是業務是說這個台灣規格 會換回原本的方能 這是因應加拿大規格的一個安全規定 所以才把方能的面積有加大 然後呢 加拿大規格的車子 它也有前面的定位等 CBR也有 CB也有 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台灣的CBR沒有前面的這個定位等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整台車的外型 整台車的外型來看呢 就是第一眼就可以發現很特別 就是它採用了亮光跟消光的交付配置 那麼在舊版的2019年的CBR60R黑色的版本 它是整台車用消光黑的 然後 在這一邊的線條呢 舊版的CBR60R它是一個 消光黑配紅色 一個比較有運動氣型的搭配 新年式的車款它要有一個比較 質感風的配置 所以說它就把它變成亮光搭配消光黑 然後呢 這個邊條把它改成亮銀色 那這個亮銀色其實一開始看照片 我以為是白色 其實它是亮銀色 它是會有點微微的反射 它是有點金屬質感 那照在光底下呢 它的這個線條呢 也是會有銀粉的那種感覺 是蠻漂亮 實際看質感還不錯 但是 這個亮光配消光的這個配置 大家能不能接受 這個就是見仁見智 我自己個人還是比較喜歡統一一點 就是整台亮光或是整台消光 那再來我覺得有一個地方 就是比較可惜就是 在這個地方 坐墊的這個縫線啊 我認為既然都要走質感風 那這一邊這個縫線 應該也是要把它換成白色的縫線 這樣子會比較一致感 就變成說 就不會變成說你的貼紙是白的 就你的坐墊這個縫邊是紅的 這邊又是走運動風 前面又是走質感風 會有點虎頭蛇尾的感覺 看起來會沒那麼的協調 那再來呢 變動最大就是尾部的部分 尾部的部分 尾殼的這個地方 變成整合式的尾殼 然後呢它這個尾殼 直接包覆住它的後扶手 再來呢 就是2019年的CBR60 它的紅色貼紙貼在這一邊 有個消光紅的貼紙 非常的帥 但是新版的 2021的改在這一邊 它貼在這一邊非常的低調 我們根本看不出來有貼紙 你在正後方這樣看 看不出來底下有貼紙 你一定要蹲著 在這個角度這樣看才看得出來 這邊有個貼紙存在 然後在土除的部分 後排架部分 它一樣是走一個 新式的層次感比較多元的設計 然後一樣是金屬包覆著塑料 那在這邊有做一個多邊型的 就是造型處理 那整理看上去 它的整個層次感造型感會更加強烈 那一樣 我覺得這個新尾殼 你要從這個角度看 才漂亮 才不會那麼突兀 從這個角度這樣去看 你才會覺得它這個尾殼的 這個設計啊 是很漂亮的 那這個反光片台灣也不會有 這是加納規格的 再來就是它的整個 排氣管的這個出口 也有比台灣的大一點點 那再來 繞到另外一面來看呢 它的鏈條 我剛有看過 它這個鏈條 一樣是採用RK的系統 那 今年我看21年的這兩台車 CB跟CBR650R 他們都已經 沒有看到DID的 我不知道會不會 跟2019年 2020年一樣 還是混用DID跟RK 但是以目前而言 我都只有看到RK的系統 把手的部分呢 它這邊一樣是 SHOWA的SSFFBP 然後三角台 這三角台 是完全一樣 三角台這個配置是沒有改的 所以 以目前來看呢 如果你是 舊版的 2019年 2020年的CBR的車主 你是可以直接 改上這組新的前懸角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看起來這個 全部都是一樣的 基本上就是沒有問題 那封鏡的這個曲面呢 曲線角度也是一樣的 如果說你跟我一樣 是比較注重 高速的一個 抗風的表現 你可以去換高角度的封鏡 好 那再來這邊的這個地方呢 一樣是一個很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 油箱是亮光 這邊是消光 你沒有一個統一的風格 就是覺得很突兀啦 感覺就是 這邊是用剩餘的料件 來拼出來的 整台車的這個側面這樣 看過去啊 就是 我會覺得 如果說它某些字體 也把它做一點 顏色跟線條變更 會更有一致感 那這個當然就是 見仁見智 有人認為這樣的質感風改變很漂亮 有人認為這樣亮光搭小光是一個層次的搭配 但是 我個人是認為 沒那麼的喜歡 這個就是 看大家的 一個感受 再來就是它的前土廚部分 一樣也是改成亮光的 所以它車頭看過就是 這邊是亮光 這邊是亮光 然後這邊是小光 看起來就是有點 怪怪的 對 這點大家就是 可能要去習慣啊 其他的燈具啊 進氣口啊 然後後照鏡全部都沒有變 其他的這個地方 吐出也沒有做延長 所以說 它的這個後吐出 這個地方 一樣是有可能會往上見 然後坡到這裡面來的 這個是沒有改變的 那整體而言呢 造型這樣看過去 基本上 變動不大 那主要就是在尾殼的部分有做改變 OK 現在我們直接跨上去 那麼跨坐上去 其實它的騎乘姿勢啊 跟我自己的60啊 是 完全一樣 沒有任何的改變 不管是車高 把手 那也都沒有改變 然後在 淘本 他們也有拍一些 嗯 不同身高騎士的騎乘姿勢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 那我們一樣 打開電門 電門打開之後 它的 這個儀表板 一樣是把 時間 里程 還有油耗 這幾個 這三個區塊的 字體加出 然後讓你的辨識度提高 但是 這是 螢幕的亮度 上次有人問螢幕亮度 我們現在直接進入 設定的頁面 好 我們 跳一下 這是螢幕的亮度 螢幕亮度 螢幕亮度 這是最暗 最亮 我覺得螢幕亮度是沒有差別的 螢幕亮度的表現 我覺得跟舊版的CBR60R相比 還有CBR60R相比 還有CBR60R相比 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手都沒有差別 它只有差別在 在這三個地方 有差異 其他這邊都沒有差別 OK 那整個騎乘的視角看上去 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還是覺得這邊亮光 這邊小光 這樣看上去就是很奇怪 很突兀啊 感覺這邊好像沒有烤到氣一樣 看起來就是沒那麼的喜歡 好接著我們打開後車廂 它的這個 後座蓋 後座墊的蓋子 一樣 跟舊版的 2019 2020的CBR 是一模一樣的沒有變 然後這一台車 再載自車 它的後車廂的空間 看起來跟CB相比啊 就是一樣 一樣亂 那 跟我自己的 2019 CBR60R相比 它這個整線啊 它這個走線 就走的沒有很漂亮 沒有長得很漂亮 然後 工具盒的形狀 也是變成這種比較窄 比較高的這個形狀 就沒有這麼的 沒有這麼的寬 讓你可以順便 塞行車記錄器的主機 然後選配街頭 跟一個多月的街頭在這邊 Type C RIDE 也會在這一邊 那它這個走線 是不是 加拿大規格的走線 這個就不得而知 到時候台灣版的規格 來的時候 車友們可以分享一下 好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前座鏈 在這一邊 這邊的這個底板的顏色 是白色的 跟我自己的CBR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所以它的這個坐墊啊 可能底下這個 有做一點變更 但是我自己實際 承受起來是感覺差不多的 OK 那最後呢 就是把燈打開 讓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是加拿大規格 有的一個前定位燈 台灣版是不會有 然後 大燈的配置 是跟舊版的一樣 其他看起來 其實都跟台灣規格 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它這個定位燈跟 一般我們外面改的方向燈 很亮最大的差別就是 這個定位燈它的亮度是 比較暗的 然後當你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的亮度會加到最亮 讓你提升辨識度 但是你不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這邊這個暗度會按下來 然後做一個定位燈的作用 好 那以上 就是這一次的 2021的CBR60R的搶先賞車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是在底下問一下 OK 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麼這次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拜拜 周圍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